上集講一部份的進攻砲球術語 不知道大家有記憶了呢? 今集就輪到防守了 防守行為例如接殺、觸殺、三陣出局等等 這一系列都可以令攻方球員出局 防守球員將高飛球接入手套入面令擊球員出局 就是接殺 而在一個play裡連續令兩個攻方球員出局 就稱之為雙殺 防守球員手入面或手套拿著球 但碰到未成功上旅的跑旅員的時候 就叫作是觸殺 三陣出局的意思就是一、兩個好球之後 投手再丟個好球出來 而擊球員未有揮棒 或者投手丟個球之後打者揮棒落空 這樣就叫作三陣出局了 三陣不死有沒有聽過呢? 一類無人或者兩出局的時候 部手不可以將第三個好球接實 而跑者就跑上一旅 這就是三陣不死了 留意一下以上介紹過只不過是棒球術語的一部份 還有很多在等大家溫故資深 下集見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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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uf